说到花牌架呢 它的搭建方法就比较简单了 搭好牌架面之后 再挂上花牌 这就成了花牌架了 而其中要注意的是 它是靠斜撑来稳住整个棚的 所以呢 要靠有经验的工友 在现场找出可以借力的地方才行 而看牌棚就是用山顶来撑住的 这样才够力 而斜撑也一样要搭建的够稳固 让它的表面不会摇晃 由于看牌棚是临时搭建给观众做的 所以安全问题最重要 因此事前一定要给香港乌云署和消防署预选检查 喝喝以后才可以开放使用 还有在过年的时候 用来摆卖硬结物品的年销棚 就要特别注意它的承住能力和安全 恭喜发财 其实大大小小的竹棚架呢 还有很多 它们各有各的特色和用途 看看这几张图片 它们不单只有独特的风格 而且很有艺术价值 有搭棚 当然就会有拆棚了 在拆建筑棚之前呢 首先承建商要成交一份 拆棚安全施工建议书 给工程师审批 请工程师批准之后才可以拆棚的 同时在拆之前 一定要先倾走抹灰桥板架 所以承建商要先和泥水管工商一好 如何运走跳板的方法 而一般的跳板都会经过每个松下层的窗口运入楼内 拒短之后再经过电梯运走 而要做到优质呢 要在轻走跳板的时候 就一定要确保不会破坏已经安装好的窗 在拆运身桥之前呢 杂项承包商要先清理好运身桥上面的泥土砂石垃圾和铁皮 运到楼内然后再轻走 而轻拆运身桥的次序呢 就应该是由高层到低层 一层一层的拆走 而为了完成外墙的泥水工程 连墙杆也会被拆走的 但是在拆之前就会先转连墙杆 在楼内架竹 或者用打螺丝锁工的方法来稳固棚架 切割之后的铁枝要刷上防锈漆 用泥水工友再抹平收口 然后就可以拆网了 还不行啊 承介商还要先清理好 粘在棚架上的泥土垃圾之后 才可以拆网拆棚的 要按照批准的工序进行 拆高楼层棚架通常都会分段进行 而拆出来的竹子要利用温极机掉下 而低层的竹子一般就会利用手工传下去 千万不可以飞竹啊 而且在拆棚的时候 拆棚工友一定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要把已经安装好的装置弄坏 包括窗啊 玻璃啊 水管啊等等 棚架的短竹 都会经过窗口传到楼内 并且运走 如果可以避免的话 就不要经过浴室或者厨房的窗了 避免破坏已经安装好的拮据和橱柜啊 棚架的安全性都很重要的 工友一定要做足个人的安全措施 安全带要扣在稳固点 而不可以随意地扣在棚架上面 千万不要为了个人的方便 而破坏了棚架的任何装置 承建商还要做好监察管理工作 定期修棚 对于搭竹棚架来说 虽然师傅的经验很重要 但还是要参考相关的职业 虽然现在都经常用钢架 但是竹棚架还是有它先天性的优越 搭起来方便快捷 所以仍然会继续发挥它的独特功能 没错 如果工地上的美味工友 都可以尽力做好 刚才我和国强所讲的每一个工序的话 那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了吗国强 知道了并说